宇宙印象深度科普栏目,第877,我们总是认为,小行星撞击摧毁了恐龙,时间大约在6600万年前,但科学家发现,在这个时间点上,地球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,其摧毁能力,也足以让恐龙从地球上消失,这就是超级火山爆发。 有迹象表明,袭击地球的小行星,可能不是摧毁恐龙的罪魁祸首,超级火山也算是其中一员,在科学杂志上,科学家对超级火山爆发对地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,有趣的是超级火山留存的证据位于印度,而小行星撞击,位于墨西哥由卡派大岛,两者几乎是隔着地球。 那么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?或者说是不是小行星撞击,引发了超级火山的喷发?目前还不清楚。 头条独家的宇宙印象认为,超级火山爆发的时间,也在6600万年前。 其白恶季末期,印度出现了超级火山爆发,而且时间长达100万年,数百公里的熔岩流,穿过了整个印度,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壮观玄武岩层,厚度可达到2公里。 如此庞大的熔岩冲击,就像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青春痘,流出熔融物质,摧毁了南亚大部分地区,其存在时间,几乎与小行星撞击相当。 由于小行星撞击的威力更大,摧毁能力更强,我们总是认为小行星摧毁了恐龙,由于印度超级火山与小行星撞击点墨西哥由卡坦半岛,几乎是隔着地球面对面,因此有研究怀疑小行星撞击,可能触发了地球另一边的超级火山爆发。 进一步研究指出,印度熔岩层中的四分之三,是在在小行星撞击之后出现的,显然小行星撞击,对火山喷发有一定的正面促进。 2015年对印度熔岩层样本调查表明,其喷发时间可精确到6605万年前。 火山喷发对地球生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,如果我们排除小行星撞击产生的干扰,仅仅是超级火山喷发,就足以让全球气温升高8摄氏度,而且火山尘埃也会挡住太阳光,其效果与和冬天相似,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,不亚于小行星撞击。 在直接毁坏方面,印度超级火山,能够形成数百公里的熔岩流区域,而小行星撞击,也可以形成数百至上千公里半径的面节虚,摧毁撞击点周围的生命,两者也颇为相似。 两者较大的区别,应该是超级火山能量来自地球内部,而小行星撞击则来自地球之外,超级火山喷发对恐龙的摧毁作用,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,比如印度超级火山,到底输出了多少能量? 对全球生态系统破坏贡献有多大,仍然没有具体量化。 因为当时小行星撞击占了主流,而且其对全球生态系统的摧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。 宇宙夜象为今日头条独家,其他均为假冒,均为非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